咱们的课程 下一个知识点 叫做建邻居的 就是Fallover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初级课程的时候 讲过一个东西 对吧 初级课程呢 我们讲过通过Open报文 协商建邻居参数 曾经讲过一个参数呢 叫做HoldTime 对不对 这个HoldTime呢 跟KeepLive呢 是对应的 是60-180吧 对吧 这个HoldTime主要用 干来干什么呢 主要用来去判断 邻居是否失效了的 哪一东西 对吧 好 那这个时间呢 是不是太长了呀 对不对 如果说呢 我们在BGP里面 判断其中一个 邻居失效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切换到 另外一条路径上面去啊 也就是说 我们越早判断 这个邻居失效 越快能够切换到 另外一个邻居去 那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它整个一个切换的过程呢 有几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检测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收链 收链就是 要么IGP收链 要么BGP收链 对不对 收链完 收链过程 也就是 它的一个切换 又可以做收链的过程 对吧 那首先你第一个 检测 越早能够检测到 才能够越早的去切换 对吧 那HoldTime这个时间太长 那所以说呢 我们有几种解决方案 对吧 第一种 我们当时讲的 是BGP的一个默认操作 叫做BGP Fast External Forward 就是什么讲过呀 对吧 那这个呢 是对于 EBP直连邻居 有用的 EBP直连邻居 当直连接口 断掉以后 它能够快速的 把这个邻居给删掉 从这个邻居学过来说 路由都给删除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只是用EBP直连 叫做Fast External Forward 对于IBP邻居 对于EBP的多条邻居 都没有效 EBP多条邻居 还有IBP邻居 都是没有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讲 给大家讲一下 对于EBP多条邻居 和IBP邻居 做这个Forward 这个参数 要么看看 实际上呢 这个feature 在BGP里面 四颗BGP里面 叫做FSD FSD呢 叫做Fast Session Deactivation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试活 就是快速 你的Session 绘画试活检测 对吧 试活检测 那去往IBGP 和EBP多条邻居 它的Peer的地址 当这个地址路由消失以后 它能够怎么样 快速的把邻居给当掉 然后呢 并且从内存里面删除 从这个邻居学过来的 所有路由 所有路由 整个一个过程呢 BGP呢 会把这个Peer的这个地址呢 注册到ATF去 注册到ATF去 另外就是两个建议 一个呢 这个呢 建议在EBP多条时候用 IBP呢 它就是建议不要用了 因为比较危险 为什么危险 等会我给来跟你讲 等会我来跟你讲 首先 我们先看看 没有这个 没有做这个feature之前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吧 我们先看看 没有做这个feature之前 效果是什么样的 好 那先用两台普通的逻辑 我看看有没有 没做 没换逻辑 我们就两台普通逻辑 R12 不管是IBP也好 EBP也好 都无所谓 那么就IBP呗 都属于S1 可以吧 然后呢 发布一条路由11.11 然后发布给谁 发布给2 可以吧 好 看一下啊 你最简单的一个BGP no IP routing IP routing no IP routing IP routing R1 Router REP V2 No Auto 1.0 10.0 然后起个BGP 1.1 network 11 对吧 never 2.2 REP的设计 1 update source 的buckling 就是IBGP凝聚 对吧 IBGP凝聚 2 先起一个RGP 然后你起OICU也行 起Rip也行 都可以 跟R1减联局 好 这时候呢 一和R2的之前 另外应该没问题 对吧 说一下啊 应该啊 怎么那么慢 让我有点失望 Idle Why idle 没问题 好 起来了 起来以后 我们R2 这边应该收到一条路由的 对不对 这条路由还没收过来 怎么办呢 我先 敲一个 好 收过来了 收过来了 那首先 他注意什么情况 就是建立 IBGP凝聚 或者是EBB多条 凝聚的 Pier的那个地址 也就是说对方的什么地址 叫做 是不是UpdateSource啊 对吧 因为我R2跟R1 见邻居的时候 是不是指的R1的1.1啊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我把路败领口 收藏掉 那这时候的话呢 一旦收藏 我们Rip 是不是RGP 就会发布一条 消息 告诉别人 这条路由没有了吧 对不对 好 收藏 收藏完了以后 你到R2这边来看见 路由表中间 1.1的路由还有没有了 没了吧 那BGP 邻居关也有没有到 没到吧 那BGP的路由 有没有消失 虽然说不可达了 虽然说下一条不可达 造成你那个路由不追悠了 但是路由有没有消失 路由是没有消失的啊 邻居关也没有到 邻居关也没有到的 对不对 等多长时间到 whole time 时间到期 他都会到 邻居才会删除 这能听懂我也是吧 ok 好 下面我们做了forward 我们看看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首先 我先把这个路由带领口给罗斯达 恢复起来 先让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等一下啊 路表中间路由又有了 1.1路由来了没 来了吧 路由 自由了吧 ok 这个没问题了 下面我们敲一条命令 neighbor 1.1 forward 你记下命令 这条命令 neighbor 好了吗 敲完了哈 敲完以后 我们再次看下效果 看出什么样的效果啊 我再把路带领口收拦掉 你到R2这边看见 show bgp ipv4 unicast summary 邻居关系是不是没了呀 show bgp ipv4 unicast 看看路由是不是没了呀 对不对 比如说你敲了forward以后 它实际上呢 邻居关系给你删除 从这个邻居学过来所有路由给你删除 真的听懂意思吧 对吧 哎 那有个问题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怎么知道邻居那条路由没了 是不是 bgp会去单独查路由表 前 不是 是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itf这个东西 好 itf是什么东西呢 itf叫做address tracking filter 叫做地址跟踪过滤 一个过滤器 他实际上呢 是rb和rbclient中间的一个中间人 什么意思 rb是不是我们路由表啊 对吧 这是我们bgp的一个转化表啊 对不对 中间他放了一个atf放这 atf放这 好rbclient 哎呦 这个没操作 没改好 说进 缩进 那rbclient呢 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路由协议 什么bgp啊 osf eip等等呢 都是属于rbclient ok 他的操作是什么样的啊 操作是什么样的 第一步client啊 向atf去注册 你把你需要的那些ip地址的路由 你向我注册 我看一下啊 一边看一边记 这第一步记就好了吗 第一步记好没 记好了啊 好我们看一看什么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bgp告诉atf 那这时候呢 10.1.1.3和10.1.1.5这两条路由 一旦发生改变以后 你要通知我 发生改变以后你要通知我 那相当于 比如说这个红色的10.1.1.3 蓝色的10.1.1.5 我告诉atf 对吧 那atf就知道了 好那知道以后 第二步什么意思 当任何的路由 创建产生了修改 或者删除了以后 路由表呢 都会通知atf 不管什么路由 发生改变 路由表呢 都是都会通知atf 这条路由 新产生了一条 那这条路由呢 metric值发生了改变 这条路由呢 消失了 删除了 这时候呢 都会通知atf 他是个中间人 对吧 什么意思 那我这边呢 不管什么路由 发生改变以后 他都会通知atf 对吧 通知atf以后 atf会不会把这些改变 全部告诉给bgp啊 不会 因为bgp 他只需要什么 是不是只需要10.1.3 和10.1.5 这不是f是filter的意思吗 对不对 f是filter 他只需要10.1.3 所以说呢 atf会根据client注册的 ip地址的路由 这时候呢 你这路由发生的改变 出现或消失 那这时候呢 会通知client 如果说呢 不是你所关心的那些路由 发生改变 我通不通知啊 我是不通知的 这都听懂意思吧 我是不通知的 比如你发生改变 我才会通知 发生改变 我是不会通知的 这个呢 等会我做一个debug给你看 这个瘦的时候呢 瘦不出来 那实际上呢 bgp还有另外一个 叫feature 叫做nht 叫做next hop trigger next hop trigger 这个呢 也是用了atf的 他也会用的atf 所以说你现在要看atf的话呢 只能通过nht来看 在debug的时候呢 有可能能看到 我们试一下啊 我试一下 首先 nht 叫做next hop trigger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 后面会讲到 trigger 这个功能 在新的iOS中间 是默认开启的 默认开启 那默认开启的话呢 是个 你看啊 这个有个命令 叫做shall 这个邻居官也都到了 我们把邻居官给起起来 先把邻居官给起起来 in the face look back 连组设计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时间 要比刚才咱们接邻居的 那个时间要快 down也比咱们那个快 对吧 我说一下给你看看啊 叫做shall bgp ipvc unicast 叫做 这个隐藏命令啊 attr next hop filter the next hop 什么呢 这叫filter吧 你能看到这边有个rb filter 这个信息 这是一个锁引号 这是锁引号 能关心 这个命令 你看这个命令 是个隐藏命令啊 这个命令叫什么呢 就是 收bgp ipvc unicast attr next 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个参数的 我查 后面应该还有个参数 detail 不是detail 这都是一个隐藏命令 我想看啊 我想看啊 有没有什么可以把引藏命令给收拆 我给忘了 这时候你能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bgp里面关心一个属性 这是attr是attribute的缩写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下一条这个属性 下一条是不是1.1这个路由 对不对 1.1这个路由 metric值是不是等于1 所引号呢 是这个值 我们debug ipbgp 有个rb filter debug 当我们路由发生改变 offset list1 out为5 access list1 1.1.1.0 只能看懂吧 相当于把1.1这条路由 metric值是不是改变啊 嗯 看到 debug is on 然后呢 它就变成看到 什么event rb update 什么modify 我们说了 当你修改 或者是创建 或者是删除的时候 那我们atf都会去怎么样 就路由表都会通知atf atf呢 在写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显示 1.0这条路由 ad120 这个什么什么 metric值等于1是吧 这是什么来的 p等于1 是metric值 嗯 嗯 并行了update 现在呢 应该是这个值 base 应该等于6了 对吧 这base等于1 变成base等于6了 现在路由表中间确实是等于6了呗 对吧 确实等于6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更新 然后我们reb watch了以后 路由看到以后 我是不是要通知bgp啊 我是不是要通知给bgp 对不对 这个呢 就相当于告诉我通知给bgp了 add to client notify notification queue 我现在要通知给client端 我把它加入到这个q里面去 对不对 加进去以后 我会把这个信息呢 给发布出去 reachable 已经到达了 就大概一个过程 能看到吗 大概一个过程啊 就是说 当你路由表发生改变以后 你首先呢 路由是更新 更新完毕以后呢 他会怎么样 通知给client端 对吧 我发送给哪些client端 对于我们这个来说 现在bgp是不是client端 bgp是client端 对不对 行吧 当然就这么意思 ok啊 ok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forward 他可以这样工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你敲了forward以后 你敲了forward以后 他就会对你这个neighbor 后面这个1.1.1 什么forward 他会对1.1.1这个路由 那进行注册 你过去注册去吧 注册完了以后 当路由表中间1.1.1 发生改变以后 他是不是会通知bgp啊 itf 会通知bgp rb会通知 itf itf呢 过滴完以后 会通知给谁 会通知给bgp 那bgp知道以后 就把这个邻居关 给射烂掉 这能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呢 时间要比咱们那个whole time 那个时间呢 要短很多 短很多 好 建议呢 用在什么地方 建议用在ebp多调环境 ibp不要用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当你用在ebp的时候 两个s之间 两个s之间连线是多还是少 你觉得两个s之间连线是会多还是少 肯定少了 那不可能很多的对不对 我有那么多口 我肯定连自己的 或者说连其他客户去了 对吧 一般呢 是取一个带宽比较大的 去连对方 然后根据这个协定 我们签一个协议 两个s之间跑多少流量 这能听懂意思吧 肯定不会很多的 对吧 要么一根 要么两根 六七根 七八根 了不得 八根 对吧 也不算多呗 对吧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使用还一口建议局 如果使用集联接口建议局 就是有几根线 就要建几个直联邻局呗 对不对 那通常这种情况下 一般使用还一口 那使用还一口的话呢 又有两种 一种呢是写静态 一种呢是使用什么 IGP的那些路由协议 对不对 写静态的话呢 如果线多的话 你得一条条线 是不是很麻烦 对吧 那你不如写什么 使用路由协议来做 好 使用路由协议的话呢 一旦这条线断了以后 那我们通知过来 那这时候呢 我把邻居关系会弹掉 我切换到另外一个节点去 这能听懂意思吧 切换到另外一个节点去 那为什么在IPP中间使用 比较危险呢 是因为在一个S内部 你的路由器是不是很多呀 路由器很多吧 那路由器很多的话 那你这条路由发过来的时候 这条路径假如说是最短路径 当这条路径断了以后 那里路由会是不是会有短暂的消失啊 但实际上这条路由会不会还继续存在 可以吧 因为它可以从其他的节点 是不是再发过来 这能听懂意思吧 因为你 一个S内部那连线多了去了 其中一条线断了以后 并不代表这条路由消失 而是呢 它可以从其他路径到 但是呢 在某一个时间内 它肯定是短暂消失的 这没问题吧 肯定是短暂消失 好 那短暂消失的话 我们如果在IPP中间敲了forward以后 那一旦消失就卸得去了 怎么办 邻居关也到了 邻居关也到了以后 路由消除 删除 那从其他路径学到新的路由以后 我要重新建邻居 重新传四十几万条路由 重新收敛 你觉得这合适吗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因为在IPP中间 是不是可能会有多条路径 对不对 不能因为就是非常短的 什么多少毫秒之内 这条路由消失以后 我就把邻居关也给当掉 路由给删除 这个是不好的现象 这能听懂意思吧 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说呢 IPP在做的时候 除非你就是单条路 你做起来可能还凑合 但是你能保证单条路吗 肯定是保证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说IPP一般不做 EPP为什么做 因为线路少 可能这个线断了以后 那确实就断了 能听懂意思吧 可能线断了以后 确实就断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IPP就不好说了 好 所以说这个Forward这个feature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OK 它的这个操作就这么来 Debugger Debugger, IPP, BGP, RRB, Feature 没什么好说的 行 那么下面讲下一个feature 是否就会有什么好说的 就会来说 按摩